是这个可怜不可怜 所以人在怎么不得已的时候 都不可以有自杀这个念头 这是决定错误的行为 万万不苦 当你找到替身了 你投胎还是随意流转 苦不堪也 那么这个吊死鬼 还很难得了 明天有人来上吊 他可以找到替身 他可以去投胎了 无得代义 他在代替了 功勤麦庭得因思量 借为座其父之书 既应还价 应尚书听到鬼在阵说话 他心里面 就有了主意了 明天一早回去 赶紧把田卖掉 卖了几抹田 得了四两银子 再写一封信 围造他的儿子 写一封家信 连到这个四两银子 赶紧送回家去 送到这个家庭 这个家里头 他的父母一看到 儿子有书信回来了 他没死 其父母见书 一手疾不类一致 这鼻疾不对就怀疑 继而悦 书可嫁 淫不可嫁 相耳无痒 父遂不嫁 其子后归 夫妻相保如初 隐上书救了一个人的命 这一对公婆 看到有人寄信信回来 又寄了银子回来 虽然这个信笔疾不对 但是想那银子是真的 总不能说无缘无故 人家把银子送给你 想想一顶儿子平安无事 所以就不再逼着媳妇改嫁了 救了媳妇一命 印尚书救了他一命 不但救了一命 而且成就这一对夫妇 保全而不至于三立 所以他的儿子以后果然回来了 印先生做了一桩 印得了 他做这个事情没有人知道啊 未经许可证明的 印尽 听到 未经许可 未经许可 未经许可